今天来到大家分辨如何辨认马来西亚嫩叶的墓室 所以你这里看到,嫩叶的部分都会有这种墓室 这种墓室,孤独不对,它是转次榴莲的嫩叶 当它咀嚼完了过后,它业脂就不会大涨,就会有伤口 这些,这个伤口,都是墓室丁药,过后的伤口 只要嫩芽都会遇到这种墓室 所以我们都会打一点药剂,处理这些墓室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雨季的时候都会看到,这些虫 专门在吃嫩芽,来看这边,嫩芽 那墓室呢,专门吃嫩芽的 当它叶子转老过呢,就会残留这些墓室的伤口 今天呢,大马小李子,来让大家看看,榴莲叶的碳菊病 那在我们这里呢,鼠语有些人叫鸡眼,因为它特别像鸡的眼睛 所以有些农民呢,就会加鸡眼 那这种碳菊病呢,主要是在雨季培养绵密 之后呢,就会有那种碳菊病哦 这样好像我们最近一直在下雨,下降近一个星期 那在一个星期过后呢,就会发现很多这种碳菊病 碳菊病呢,主要是原油 有些树呢,不管你怎么打药 恢复了过后,下一轮,在下雨也会一样感染这样的病菌 通常呢,我们会把它当作是 这个缺乏 K,也就是钾肥,跟钙质的现象 那如果这个树有即时补,这个钙美盆呢 就可以保护好它的叶子,让它更厚 不容易感染这种碳菊病 所以,有些吃什么的 就可以决定它长成什么样子